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KJ 看完一連兩集的《邊界境區特輯》 你對邊界境區警務工作有什麼印象呢? 我覺得他們的工作真的挺特別的 首先就要監察一條31公里長的邊界維網 而另一方面就要照顧好在邊界境區裡 百多條村莊的4萬5千名居民 還有就是… 還有你想說的就是 每天要確保超過60萬人次和3萬多輛車輛 進出邊界境區的秩序良好 所以要做好這兩項這麼不同的工作 在有限的人手之下就一定要做好各項的協調工作 以及要制定不同的應變措施 而邊界境區的警務工作 與香港及內地的政策 以及兩邊市民的交流是息息相關 物不可分的 所以今集就會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邊界境區的警務人員是怎樣協助跨境學童 以及禁區範圍大幅縮減了之後 市民有什麼需要注意呢?一起看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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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偵查罪案 以及處理市民緊急的求助 不過他們就多了一個重要的職責 就是確保各六路口岸過境的旅客和車輛安全 以及快捷槍信地進出境 跨境學童上學的問題 在1990年開始出現 隨著移居深圳的適齡學童鎮加 香港邊境的管制站就增設了學童專用的通道 方便一班學童出入境 乘載跨境學童的校巴未到達管制站之前 羅馬洲之線管制站的同事 已經在校巴站準備好執行人群管制的措施 以免跨境學童在過關期間發生意外 目前每日平均會有二萬九千多名跨境學童 使用各個六路管制站入境到香港上學 這些學童有幼稚園和小學生 邊界景區在這一方面都會有特別的安排 務求是一眾跨境學童有秩序地進出管制站 可以準時到達學校和回家 羅馬洲之線管制站是跨境學童其中一個 主要出入境口岸 以前每日大約有五千名跨境學童 利用這個口岸來香港上學 為了可以確保跨境學童的安全 以及順利過境 在羅馬洲之線管制站的入境處 都會有專為學童而設的醫道和專櫃 方便他們出入境 在保護這個學童安全方面 我們也設立了這個學童的通道 去分隔學童和一班市民 進出這個出入境帶頭 我們也設立了這個學童的學童 另外在羅馬洲之線公共運輸交會署 也設立了多個校巴車位 方便接載學童 而學童的校巴也有聘請保母 去照顧學童 而我們警方每天至少會派出 10名警察去維持秩序 在有需要的時候 會轉向交通管制和人群分謀 以確保學童的安全 以及可以順利地令他們出境 因為很多跨境學童的家長 他們沒有禁區指 所以他們需要請我們的保母 帶跨境學童過關上學 和放學的時候 帶他們過來 沿途會有警察、海關、日警 很感謝他們的幫助 我們才可以順利地過沿關 送他們回家 別以為跨境學童 只是一早上學 和下週放學才會過關 其實中午時段才是最繁忙的 除了上午校放學 還是下午校上學的時間 香港政府在2012年2月開始 分三個階段實施禁區開放 並且將香港的邊界推至深圳河邊 而最後一個階段 也在2016年1月順利完成 翠綠的山景 鳥羽花香的景視 歷史遺留下來的古蹟 同時又可以遠眺內地的建築物 真的要上到連馬坑路 一段的行山徑 才可以一次過看到 而很多意外行山的人士 都慕名而來 禁區開放後 多了很多行山愛好者 和單車團隊 進入這段新開放路段 是 不過大家要注意 不少入村的道路 都涉及私人土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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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